台美关系深化 但是如果莱猪公投通过的话 台美关系可能会有变数吗 今天是莱猪开放进口的第一百天 根据卫福部公布的猪肉仪表版 从元旦开始截至目前 并没有输入任何含有莱季的美猪 不过驻美代表萧美琴 隔海市井 要是反莱猪公投通过 恐怕对台美贸易会带来不确定的因素 对此经济部长王美花指出 台湾要融入国际社会 要稳定台美关系 就要合乎国际标准 莱银则是大为不满 呼吁民进党不要放假消息 试图影响公投结果 莱猪开放进口满百天 看看卫福部的猪肉仪表版 从元旦截至8号为止 没有输入任何含有莱季的美猪 进口猪肉也都没有减出莱季 只是现在传出 蠢蠢欲动的反莱猪公投 牵动着台美关系的敏感神经 驻美代表萧美琴日前指出 有向美方表达 台湾确实有民众对莱猪的安全性 抱有疑虑 要是公投顺利通过 恐怕对台美贸易进展 带来不确定因素 强调维系台美关系 一切按照国际标准走 事实上美方三月初就公布报告 指出美国严正关切 台湾对美猪美牛限制进口 将要求台湾移除限制 如今萧美琴又隔海市井 难道是美方对台施压吗 我相信美国的政府绝对没有这样子的意思 我们也呼吁民进党千万不要放这种假消息 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有在进行所谓公投议题的时候 原本就会受到瞩目 但是也不会因为公投议题而会造成所谓国家的一个影响 莱猪议题原本逐渐平息 现在又因为美方关切 辅向台面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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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